固体 固体按照我们那个 固体 如果我们看成是固体 就是在那蹲着 对不对 一大块固体 看成是晶体的话 晶体的话 这么一大块晶体的转动 肯定是不能用热去激发的 对吧 比如说这是个晶体 你个粒子打开一些 它动都不动 那么根据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解释的话 我要把它看成静体 它只有振动的话 它就是应该是三二 它的那个热熔应该是三二 对不对 但是这种东西呢 在试文下 那个大多数 是确实是和理论相符合的 那么但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金刚石 彭硅 它的差别就很大 那么这个 要解释这个差别的话 也需要这个有这个 其他的理论 这个理论就是量子理论 对吧 那么安斯坦有一个这个模型 德拜有个模型 这都是解释 它是量子理论 这个安斯坦模型和德拜模型 都在统计物理里面 都要自己讲 那么当然需要量子模型 那么你还可以把热学的思维 推广到这个光谱上去 那么推广到光谱上去的话 它就有一个有的地方符合 有的地方不符合 那么我们就是 它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呢 它就是一个黑体辐射 黑体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这样一个实验 是一个黑体实验 就是一个光进了以后 和这个物质的B相互作用 N次以后再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 它经过无数次交换以后 再出来 这样的话 它完全是温度的函数了 这是可以解释的 而且黑体辐射 它的辐射随温度的变化 是早就测量出来 那么怎么去解释它 那么我们就用传统的光学 传统的光学 加一点量的光学实际上 去来解释它 怎么解释呢 就是说把光看成是习震波 对吧 那么辐射场就是 无穷多个单色平面波的叠加 我们知道平面波 它的波长只有半波长的整数倍 就是它的枪体 是半波长的整数倍 它才可能被加强 否则的话 两个波就相消就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能够辐射出去的波 应该是半波长的整数倍 对不对 那么就用这个概念来看 它就是说 有多少个平面波 这里 这个枪实力面波 能容纳多少个平面波 那么每一个平面波呢 看成是一个自由度 然后把这个平面波的 所有平面波加起来 然后乘以每一个自由度上 应该分配的能量 就把这个能量和平率之间的关系 就得到了 这是波动力学要求满足的 这个共认条件 就是它来回走的话 必须是半波长的整数倍 就是它的长度 对吧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波数和这个N之间的关系 是这么多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这个N很多 因为波长是很小的 而这个辐射枪的线性尺度 是很长的 对不对 那么N一般是一个很大的数 那么我们就可以 它N和N-1之间 距离就很小 所以我们就给它连续化 连续化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式子就可以做微分 那么我们就可以问 这个辐射长在这个波数之间 这么一个空间里面 它有多少个自由度 对吧 那么这个数字呢 我们用G表示 然后呢 我们不考虑它方向 只考虑大小 当然我们没考虑方向 因为这A 这个I N只能取正数 所以呢 我们不考虑它的 只考虑第一向线的 然后用这个球坐表来连续 就写成这个形式了 对吧 这个大家都熟悉了已经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微分符号 在球坐表里面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在第一向线 对方向小积分 我们不考虑的方向 第一向线就是因为 N是大于零的数 对吧 那么在第一向线 对方向小积分的话 你这个 就积出来以后 就这个G 就这就好积了 对不对 实际上就对 sine Theta D Theta和D Phi 在零到二π积分 那么就得到这个 那么这个就是说 在K 就是这个圆 这个圆球 你看K空间 这个薄膊壳里面 它的 有多少个自由度 就有多少个平面波 说白了 就有多少个单色的平面波 在这 那么就这个式子 对吧 那么当然光 光 这就是 然后再考虑光有两个偏真态 就是有左偏右偏 对不对 那么这个自由度的加一 因为它可能是左偏的 也可以有偏的 自由度有加一 加一倍 所以这个的话就层一二 就变成这个了 然后那个波数和这个 那个 频率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肯定 这是色胶关系 这个对大家都知道 对吧 就平面波的色胶关系 是这样的话 你把这个 把这个式子 把这个K带进去 那么就得到这个辐射场 在Omega到Omega加底Omega 这个 这个 频率下 它的自由度总数 然后呢 我们说这个 能量均分源里 有这么多自由度 每一个自由度上 都应该有 都应该有一份能量 这个能量是相等的 那么这个能量怎么算 我们就用波尔茨曼的分布来算 用波尔茨曼的分布 来求出平均光子能量 那么也就是 波尔茨曼分布 这是个能量 对不对 然后它的分布总是这样的 N0EKBT分之EEpsilon 这有个负号 然后你这儿积分 这儿积分就行了 那算出来 这就是平均能量 你可以这一算 就算出来 它等于KBT 行了 那么我这是自由度 这是KBT 然后在这个 在这个Omega到D Omega加底Omega之间 有这么多自由度 每一个自由度 都有KBT的能量 所以它的能谱就算出来 这就是热力学的方法 算出来它的能谱 那么这个算的能谱 好不好呢 在低温下是很好的 和实验曲线 吻合得很好 这叫锐利金公式 这锐利金公式曲线 你看这是 是KBT平方向的 嘟嘟嘟嘟嘟 跑没了 那么显然 在低温下是对的 在高温下就不对了 就是说 这个很显然 就是说 如果它的频谱越高的话 它的自由度显然 放的越多 那么能量就应该越高 但是实验上发现 实际上它走到一个顶点以后 一个最大值以后 它就往下走 往下走就驱灵了 那么这个东西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们前辈 朗克先生 那个百思不得其解 然后他砸破了脑袋 想出一个 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 就是能量量子化 然后他操操操操 凑出了一个东西了 然后他一直不承认 量子力学是对的 他只是说 我这是一个经验功识 那么这个经验功识 怎么来的 到此他也不承认 那么实际上 所以他虽然算 量子力学的电机人之一 但是电机人本身 不相信他电的这个机 这就是一个 那么这是一个最大的矛盾 实际上上世纪初 就是好多物理学家都释出 尤其是做统计物理 都在释出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最后普朗克 给出一个解释来 对吧 当然我们做的解释 比那个要更加深入一点 我们往下走 所以这一个是热融的实验 一个是这个实验 还有当然你知道 那个光电效应那个实验 那个是爱因斯坦 1905年的另外一篇文章 给解释了 也是光的量子性 也给解释了 对不对 那么这些实验的话 就和理论 我们原有的理论 就有矛盾 实际上就是这些矛盾 让大家挠破头皮去想想想 才创造了量子理学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这些东西必须用量子理论来解释